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情况 出现这个报错的话是不需要进入python的一个团境里面 你可以直接在cmd里面去安装就行了 当你出现这个报错的话 你肯定是干嘛呢 你肯定是输了一个python 然后再安装的 好吧 你不需要输入python 你直接cmd里面 你打开之后的话 我可以给你重现一下你这个报错 你这个报错你版本是这样子的 你输了一个python 然后你在这里pip install request 对吧 那他的话就肯定会报这个错误啊 你不需要进这个环境 你直接在这外面去安装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了 懂了吗 ok啊 不需要进python啊 记住啊 ok啊 大家都没有写过是吧 没有写过的话 那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去做爬虫的基本流程啊 基本的一个实现流程 基本流程 基本流程的话分为两大块啊 第一个呢 数据来源分析 因为我们是今天去做呃 微博的一个评论嘛 对吧 第二个部分代码实现的步骤 ok 数据来源分析里面的话 呃两个点啊 两个点 嗯 第一个明确需求 第二个 招包分析 明确需求就是明确 采集的网站以及数据内容 啊以及数据内容 所以说我们首先啊 你如果说我们要去做一个爬虫的话 像我们这也没有写过爬虫的 你你首先要确定一下 就是我们要采集哪一个网站上面的什么数据 对就是你首先网址你要确定一下 网址的话我就呃 刚刚已经发在公屏上面了 当然你可以选其他的也行啊 选其他的一个呃 微博的一个评论也可以 那我选的的话是这个就关于这个什么谈恋爱啊 花的钱分手之后要还给对方吗 然后我就是关于这个呃的一个评论啊 去进行一个采集 那他的话就是我们的网址 打造网址的话我们就确定了啊 就这个啊就这个 打这条vip下面的数据呢 就关于我们的一些评论内容嘛 对评论的一些呃数据内容啊 内容 就比如说他的一个评论的内容啊 对啊 捏撑啊啊 我们的一些什么呃性别啊 啊还有我们的一个呃归属地啊 这是我们的ip地址啊 啊归属地吧 不能说ip地址啊归属地 啊等等就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获取下来对啊 这是我们要的数据就确定好 确定好自己要了什么东西 然后确定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去抓包分析啊 因为我们虽然说是对于这个网页上面的呃 是对于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个数据进行采集 但是呢呃我们实际上要去获取数据的话 他并不是说直接请求这个链接就可以了 而是要去具体的分析一下 我们想要的这些数据 他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个抓包的话就通过浏览器的开发者 工具 啊开发的工具 然后呢哎分析数据对应的位置 啊对应的位置 呃年龄的话不行啊对啊年龄的话不行啊 对不对评论的年龄如果说他有的话就有没有的话就没有啊 一般的话就是一些捏层啊性别啊像什么年龄啊电话号码呀啊 这种东西的话呃有有有有一点点属于个人隐私了啊个人隐私了啊 但基本的性别捏层的话呃这些他的网名是什么 然后他的性别的话一般他是自己取的 有些是保密的有些是直接取的那比如说像看到看到这个啊看到这个 的话就知道他是个女孩子吗打这个是这个女吗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些东西是公开的你像那些年龄啊人家都是不公开的一些隐私数据那个的话就不行了 记住啊你去做爬送采集数据的话千万不要去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一个数据获取 你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他会容易容易进去啊就是你你对吧万一你就对吧进去采缝纫机了不太好啊OK 那我们通过开发者工具去分析的话基本的步骤呢是分为三个啊打开开发者工具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我们的一个刷新网页啊第三步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呃通过关键字搜索找到 对应的数据包位置啊对应的数据包就找一下呃就是相当于我通过我想要的数据去搜一下我我要的这个数据在什么地方啊都大概意思的话就这个啊打开开发者工具的话我们就直接f12就行了这是开发者工具的话还是比较容易的啊把任何一个浏览器都有然后我今天所使用的话是谷歌啊就是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哎谷歌浏览器当然你用其他的浏览器的话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开发者工具的话你按f12或者说右键点击检查选择network啊如果说你是英文的话你就选择network啊如果说你是中文的话你就选择网络 好吧中文就选网络英文就选这个network懂了吧那么直接f12短在网页上面点击f12啊你不要在我们的拍摄当中点啊在拍摄里面点的话是没有用的啊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开发者工具的一个界面对啊打开的话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个样子了对不对那我们选择的是这个网络 然后谷歌为什么我的是中文你们是英文啊就谷歌浏览器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设置啊在这个设置当中的话你可以选择他的语言啊把语言的话你改成中文的话你就变成中文了他默认是英文的OK然后刷新的话因为我们打开这个开发者工具的话他打开之后的话是基本上没有数据的啊要么就是数据量比较少就是要么就是没有数据对所以说我们第二步的话要去做刷新 就你刚开始啊刚开始打开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开发者工具 他的一个数据啊数据数据不完整或者说没有数据对所以说我们得去刷新刷新的目的的话就是让他的一个什么呢让网页 的数据内容啊完整的啊重新加载一遍 打重新加载一遍他重新加载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网站相关的一些数据的 呃发送请求啊发送了什么对于什么链接发送了什么请求然后返回了什么数据都能够看得到 那么刷新一下 那刷新之后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他呃网站发送的一些请求一共是有124个啊124个请求 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对啊在124个数据包当中124个请求当中我们如何去快速的定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数据在哪里那我们就是按照第三个步骤来了通过观念字去搜索找到对应的数据包 一般情况我们打开开发者工具的话啊我们刷新之后啊 他会干嘛呢加载大量的一个什么呢数据包啊大量数据包对啊大局势上我们大量的一些请求 是不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快速定位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关键字去搜 关键字是什么呢对吧就根据你需要的数据你需要什么数据 就搜什么数据 那你比如说我要他的评论内容那我就搜这个评论内容在哪里吗 对啊如果说你要什么呢呃你要去下载歌曲的话那你肯定搜搜这个歌曲的链接地址在哪个地方出来的吗 如果说你要去爬招聘网站那你肯定要哎对吧去搜他这个招聘的公司是哪一个对你你要公司的数据的话你就搜他的公司在哪里吗 就你要什么你就去搜什么就行了他就会告诉你哎你要的数据在哪个地方对不对 OK那我要评论是我们最基本要的那我们就把评论的内容给他复制一份啊复制一下对啊这个呃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对不对 复制过来之后呢点击这个搜索按钮那这里的话有一个放大镜的一个样子的东西你点一下 点了之后呢他会弹出一个搜索框你把刚刚复制过来的内容粘贴上去然后回测一下哎就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的这个什么的评论你看 他就告诉我哎我要的这个数据对啊你要的这个数据在哪里呢哎就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数据包好吧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数据包那你点进去之后的话可以查看一下他返回的一些响应数据是什么那这个是评论内容吧然后他的一个IP是广东吧对不对然后的话他的逆层是是个什么其解再努力一点是吧我们想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数据内容的话哎都能够看得到的啊都能够看得到的那 是不是哎我们想要的数据不就在这里面咋就确定了哎我们要的数据哎他就在这个里面在这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标头那查看这个标头看标头的目的就是可以知道我们请求的网址是哪一个就我请求哪一个网址能够把这些数据得到对并且的话他还会告诉你发送的是什么样的请求以及相关的一个请求头参数 是什么懂了没有啊啊什么节省文件的什么节省文件啊不管你是什么啊对吧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去找都是OK的啊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啊但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具体的话还是根据什么呢呃不同的网站啊有不同的一个方法的但有一些快捷的一些小方法的 没有没有这是我们的一个分析的那他的话就是我们的数据包的地址啊我就复制一段就行了不复制那么多了那我们的一个数据包的一个地址是不是就找到了就他那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地址没有没有就通过这三个步骤啊就找到了所以说我们只要对于这个链接去发送我们的一个请求就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确定了我的数据位置啊确定了数据位置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照哎这几个步骤去写代码了写代码的话也是基本的步骤啊基本的四个步骤发送请求获取数据解析数据和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哎保存数据啊发送请求它就是什么呢哎模拟浏览器对于我们的URL地址发送请求 啊就相当于我们对于这个链接哎去发送一个get请求伪装成浏览器去给他发送一个get然后获取数据的话就是获取服务器 返回的响应数据也就是哪一个呢我们对于他发送了get请求之后拿到他这里面的响应啊就把这个响应数据全部拿下来啊整个啊整个返回的一个数据全部拿到拿到之后的话我们第三步解析数据就是提取我们需要的 数据内容 那把我们想要的内容给他拿出来因为他这里的话在第二步的过程当中是把我们整个响应的数据都拿到你像这种什么啊按时间啊按热度啊这种这种有必要要吗没有要这种什么id的话对吧你可以不要吗是不是那种没有必要的数据的话我们就不管他我只把我需要的内容给他提取出来就可以了OK啊那把需要的数据提取出来之后的话哎我们就是第四步嘛保存数据嘛对啊把数据内容 哎保存到表格文件中啊你要保存到表格里面也可以保存到文本里面也可以保存到数据库也可以那这个保存数据的一个方式的话就看你们自己的一个需求了你要说保存到数据库那你就写哎关于保存到数据库的一些东西那你要保存到文本那就保存文本哎这个的话就看自己的个人需求那我们今天的话啊主要是做的就是把我们的数据保存到表格文件当中OK 这是我们实现这一个案例的最基本的思路流程啊这个思路能理解的同学啊可以口个六有疑问的同学那你可以口个五啊好吧这个的话是我们最基本的你你采集其他网站都可以啊啊可以干嘛呢固定啊把基本上可以固定啊固定的一个套路 OK那我们就可以来写代码了啊那我们来写代码了啊那我们来写代码了啊写代码的话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啊首先第一步啊发送请求来发送请求我们刚刚是说过它是对于模拟浏览器对于 我们的URL地址去发送请求那在这一部分代码当中的话其实比较好写我们前两步都是挺简单的一个东西啊这两步的话都是非常简单你只要掌握了相关的一个套路你就会了啊哪怕你是个小白你说老师我从来没有接触过Python我从来没有学过对吧你只要了解相关的套路就可以了因为像我们发送请求的话你只要注意三个点三个第一个呢是模拟浏览器啊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请求网址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发送请求我们发送请求的话你主要注意这三个点就行了第一个模拟浏览器的话啊呃首先它的内容的话就是它是需要干嘛呢需要构建一个就是把我它里面东西写什么呢不需要你自己去写啊不需要你自己手动去写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开发者工具中的内容啊开发工具哪里面的内容呢就是 我们刚刚刚不是找到了这个数据包吗对吧刚刚不是找到这个数据包吗你点击标头标头下面它分为常规响应标头和请求标头我们请求头模拟我们我们模拟的一个什么呢浏览器就是使用的什么呢标头啊下面的一个什么请求标头里面的内容 这秒就是我们用的话就是用的是这个里面的东西啊用这个里面东西是可以做一个呃简单的一个伪装一般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复制过来就行了啊复制过来然后复制过来的话需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啊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什么呢字典的数据类型啊字典的一个数据形式啊字典的数据形式要构建完整的建制队那你复制过来就没不只要复制啊你还要给它构建这种建制队的一个形式啊 好我们写一下模拟乱器啊模拟乱器那么对吧字典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花块的这个样子然后的话它有一个有一个键对吧一个键然后冒号有个值是这样对应的然后这个heads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定的一个变量名你就可以自己随便取个名字都行啊都行那么就把它的什么呢我们把它的一个cookie给它复制过来啊cookie啊cookie复制一下加上我们的引号啊还有我们的逗号 ok还有呢还有我们的ua我们把这两个东西最基本的给它复制过来 ua那加上引号哎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好吧这样的话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模拟乱器的话就搞定了cookie是什么东西呢是用户信息常用于检测 是否有登录账号啊登录与否啊登录与否都有cookie的 都有cookie 知道吧然后这个user agent的话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啊它是用户代理表示浏览器 打货和我们的一个或者说设备的一个信息啊 基本的身份信息它里面就包含说你用的什么系统啊啊用的什么浏览器啊 用的哪个版本的浏览器啊这基本的东西就有的我们就加这两个东西可以去做一个伪装啊 就做一个模拟浏览器的一个形式去给它发送请求 OK 啊啊如果说没有cookie呢没有cookie的话那你可以去找一个有cookie的数据包 你说老师万一对吧我这个数据包里面它没有cookie 然后这个网站请求它又要带cookie那你干嘛呢 那你就找一个有cookie的一个数据包然后给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但你比如说找这个啊一般的话你找这个的话它也会有个cookie 是吧那没有的话你就找一个有的啊找一个有的然后给它复制过来就行了 因为它是代表了整个网站的一个cookie啊 这个没关系啊 懂了吗 啊一般的话啊有些如果说没有cookie的话 对吧你可以选择什么呢不加不加如果说能得到数据你就不加好不好 啊这个呃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cookie啊 那关于这个呃cookie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常加的话就是一个cookie 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呃ua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user agent啊 我们把这两个呃什么时候加cookie什么时候加uaua的话基本上都是加的啊 啊基本都加啊哎 那这个的话是呃基本都是加的啊加的那都要加啊都要加啊 cookie的话像特别是如果说你仅只加什么呢 啊如果当你不加cookie的时候得不到数据啊你就加啊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登录才能看到数据的时候 那那你就要干嘛呢加你登录之后的一个cookie 你像微博评论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微博的话你如果说你不登录的话 你看不了很多数据你只能看到前面前面几条的数据后面的数据你就看不到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cookie啊关于微博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啊 ok啊这里就是为什么要加cookie的一个原因在这里了 好吧 啊那么第二个啊请求网址 哎请求网址的话这个玩意儿 对不对哎就是刚刚什么呢 就是刚刚分析得到的一个什么呢啊数据包啊分析找到的一个链接 你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就行了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浏览器的话是谷歌啊 哎 请求网址 月儿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份 那把它直接复制 然后呢 粘贴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第三步发送请求 啊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我们主要就注意它的一个什么呢 啊 注意两个东西就行了一个是请求方法 啊 请求方法 还有一个什么呢 哎我们请求的一个参数啊 主要注意这两个东西 请求方法的话就两个一个是get啊 一个是poster我们能够干嘛呢 直接看到啊 可以在开发者工具当中 啊看到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呢 请求方法 你看 我们对于这个链接就请求 你看到没有他这里会显示一个get 对不对 这里显示是一个get的话 那我们哎在代码当中也用get就可以了啊 get就可以了 然后再就关于我们的一个请求参数啊 请求参数的话也分为两种 一个是get 就是get 就是get请求的一个啊 它是叫查询参数啊 一般叫查询参数 它的查询参数的话 是直接包含在链接当中啊 直接在链接中 有 对吧 直接在链接中就是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问号后面的那一段啊 链接问号后面的内容 链接问号后面的这段内容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查询参数啊 查询参数 然后我们如果说是一个poster请求的话 啊 poster的哎 请求参数 是干嘛呢啊 它是一个隐藏的啊 它是个隐藏的 是在可以干嘛呢 可以在我们的载盒中 哎 复制 啊 可以在载盒里面复制 如果说它是个poster请求 那你可以直接在载盒里面去复制 你看 在载盒里面的话也能够看到参数啊 一般载盒里面的话就表示的是什么呢 参数啊 参数 那这个查询参数你看没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在链接里面 那那这个什么意思 reload 对意思reload 一 那id多少多少 对吧 意思需要什么玩意儿啊 对吧 那二 是不是都在这里面有的 所以说我们啊 对于像啊 get请求的话 你可以干嘛呢 不需要额外构建啊 这个的话就呃 不需要额外构建啊 可以不用额外构建 那那这个的话就需要干嘛呢 需要对吧 额外构建一个字典 接收我们的一个参数 那这是区别啊 这个的话就是区别啊 这个区别 懂了没有 ok啊 理解不 那我们来 我们发送请求的话 要导入一个模块 这里的话我们主要是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就可以了 input 一个什么呢 request 啊 这个模块的话是我们专门用来发送请求的一个模块啊 呃 是需要安装的 pip instore request 进行安装 安装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直接调用他的一个get方法 因为用 因为我们是get嘛 就用get嘛 然后把参数传进去 heads等于heads ul等于ul 然后再用一个什么response变量去接收 啊 这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什么呢 代码内容 是吧 这是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代码 明白了没有 啊 明白没 啊 简单 你会发现啊 我我给大家几个图啊 你你这些东西的话 对吧 你这些东西我们第一行代码啊 来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第一行代码 对吧 这一块 这个的话是 啊 用个黄色吧 黄色显显一点一些 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啊 我们是就是一个模块啊 就是一个模块 对吧 你直接的安装之后导入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吧 其他的 如果说你要爬其他的网站也可以 然后这个的话 对啊 这个模拟浏览器 啊 这个模拟浏览器是干嘛的 你直接去复制的 对不对 哎 开发者工具复制 复制粘贴啊 粘贴 注意格式啊 注意格式就可以了 注意格式就行了 那网址URL的话是我们抓包分析得到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抓包得到的 那就一开始 抓包分析找到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话就调用它的一个模块嘛 调用它模块里面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根据网站来的 啊 这个get的话 对不对 啊 我们那个请求方法 根据网站 来进行调整的 对 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再把相应的东西传进去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干嘛呢 啊 把相关的一个什么呢 参数 啊 传入 即可 如果说你要去采集其他的网站 你只要改什么呢 你改个请求图嘛 对吧 改个链接 对啊 它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什么 对吧 就这么简单啊 基本上的话我们做这一步的操作 去发送请求的话 你就是可以直接去干嘛呢 复制的啊 直接复制 你找对位置之后的话就能复制 对啊 你找对位置之后就可以复制了 明白 一秒 啊 这是我们发送请求的啊 OK 打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就这么一回事 懂了吗 啊 这个笔记的话 你们可以到时候加我们的 你们现在别到时候吧 你就现在加啊 现在加我们的一个小余老师 到我们课后的话 会把这个笔记分享给大家啊 分享给大家 不用着急啊 不用着急啊 哦 OK 我们数据啊 发送完请求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获取数据了 啊 获取数据 对也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二步啊 第二步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份吧 那我们前面这个的话我也给他复制一份啊 这样的话大家在代码当中也看得舒服一下 OK OK 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的话 它也挺简单的啊 它也挺简单的 可视化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啊 可视化的话就这个意思啊 我来给你看一下 你百度百度收一下嘛 数据可视化 啊 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百度一下 它是长什么样 就这种 啊 这种话就是我们 你可以看个图片啊 那这种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可视化 那当然这个是比较炫酷的那一种啊 我今天的话就没教大家这么炫酷啊 啊 就是这种啊 就把我们的数据干嘛呢 变成这种图表的一个形式啊 这个的话就叫可视化 对就是我们的数据正常的话是那种文字嘛 数字嘛 对不对 看你看不出来它的变化 是不是啊 我们就会干嘛呢 通过数据可视化 就是把它的这个数据变成图表的形式 能够看更加直观 所以叫做可视化可视化 就能够看到它数据的变化 对吧 可以看到数据的变化 就叫可视化 懂了没有 那难不难不难啊 很很简单 比爬虫还简单 对啊 不用担心啊 我会教大家怎么去做的啊 我会教你们怎么去做的啊 这个的话大家不用担心啊 来我们第二步了 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也很简单啊 也很简单 它就是几个方法 对吧 几种啊 一个是什么呢 Response.tax 啊 tendex 嗯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获取响应的文本数据 啊 还有一个什么 Response.tax 节省 啊 这个的话 哎 嗯 这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获取响应的 节省数据 还有一个Response.tax 啊 这个呢 获取响应的二锦制数据 啊 给大家区分一下这几个东西是什么啊 是什么东西啊 呃 我们主要讲后面这两种 第一种的话是最容易接受的 第一种的话是最最最最容易的 你主要区分这两种就可以了 区分这两种以后的话 呃 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后你全部用tax 啊 除了接省和tax 呃 content这两个是属于特殊性的 其他的话你都可以用这个tax啊 首先 content的话 它是什么东西啊 一般啊 我们是用于什么呢 用于保存数据的时候啊 进行的一个使用 那一般的话是用于保存数据的时候啊 保存什么数据呢 保存我们像图片 图片 试评 音频 或者说特定格式的一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会获取这些 因为像像这种什么图片啊 视频音频它也是一个链接嘛 对 它也是一个链接 你比如说啊 啊 我们嗯 找一个视频吧 啊 我这里好像应该有个视频地址啊 我前面没看错的话 我记得它有个视频连接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啊 这里啊 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视频啊 我看它有大小吗 嗯 那找这个吧 880多kb的那 那我们复制一本啊 哎 它403了 那那那没办法了 那那我就只能换一个了 雷视频 哎 雷子 啊 这个东西要给大家讲清楚的 嗯 嗯 那或者说我直接点一下吧 他这里应该有的 OK 那这里话会有一个链接 对不对 一般的话我们的视频的话 他会像这种的一个链接形式 啊 就是这种 对啊 就是一个链接啊 我们这个链接的话就表示什么呢 哎 这个视频对不对 是一个视频 像我们图片啊 音频视频的话 它都是一个什么 哎 都是一个链接啊 都是一个链接 对 就单单独的一个什么啊 什么什么 MP4的链接啊 那如果说你要获取这个链接里面的一个视频内容的话 那我们肯定要获取他的二进制啊 就你你发生完请求之后的话 你点content 哎 获取一下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一般是用于保存数据时候会用的多一些 那接生的时候用什么呢 这个接生的话 啊 接生的话 他就是呃 对啊 必须是完整的接生数据格式 啊 必须是完整的一个接生数据格式 那什么叫做完整接生数据格式呢 就是你可以查看什么呢 查看 响应数据啊 你查看响应数据 他如果说他的一个什么呢 他的数据啊 数据是哎 挖括号 对啊 他的一个数据啊 数据是 挖括号包裹起来的 对啊 哎 可以直接获取接生啊 或者说数据还有一种情况 是这种中括号包裹起来的 啊 也可以用他的一个啊 获取他的一个接生啊 哪哪种情况呢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网站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站 你看 我们的数据 它是一个什么 来 你看到这里啊 是吧 就这种啊 挖括号包裹起来的 我就拿这里看了 就这样子的 对这种挖括号的一个形式啊 包裹起来的数据 哎 那他的话 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 直接去接生 对啊 可以去接生啊 还有一种的话是中括号的啊 中括号的话是哪种样子呢 嗯 比如说王者荣耀 那王者荣耀的有一个数据啊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荣耀荣耀的话 他有一个数据 他是个中括号的 那像这种啊 你看他这里是中括号的 像这种情况的话 也能获取他的一个接生啊 这种话也可以获取接生 那也可以获取他的一个接生 就你请哎 我们就啊 哎 我把那张图给他怎么贴换掉了 那啊 就这两种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获取他的一个啊 接生啊 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啊 如果说他的格式不对 你用他就会报错 如果说他的格式不对的话 会报错啊 如果不是完整的接生数据格式 你直接强行强行 获取接生数据的话 会代码报错 那会代码报错啊 这里的话要 注意一下 OK 那其他的情况的话你就用他啊 对吧 你除了啊 啊除了以下两种情况 以下两种情况啊 其他的你都可以干嘛呢 啊 其余的啊都可以什么呢 用这个tax啊 文本数据啊 其他的话都可以 但是常规的话 我们用的是什么啊 常规 使用的话是获取网元代码的时候 那就是有什么呢 我们的数据是含有标签的 数据含有一些什么标签的 那标签的或者说存文本的啊 存文本的 那这种话一般我们就会用这个tax tax 到了 这是三种的一个方法 很多同学有时候搞不清这个东西啊 就搞不清这个节省什么什么啊 什么时候用他啊 什么时候用他 什么时候用他 打就这三个啊 就是三种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数据的话 那你肯定是用什么 把它是一个节省嘛 那我们直接获取他的一个节省就可以了 对不对 获取响应的一个节省数据 那么有一个节省data等于什么 response 点上一个啊 节省 那么来printer打印一下看有没有得到数据 来运行 那 那我们的数据是不是就拿出来了 明白了没有 这是我们第一步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内容 理解了没有 哇 有没有疑问想问的 啊 那我们前两步的话就搞定了啊 前两步啊 我们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的话就搞定了啊 搞定了 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话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啊 都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内容 我也不是很难啊 啊 不用加东西啊 括号里面不用加东西啊 啊 他就是一个呃方法你可以不用讲啊 不用讲 对啊 没必要加东西啊 可以不用讲啊 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啊 跟上了啊 我们现在思路跟上的听懂的同学啊 可以扣过6 有疑问的同学 那你就可以扣过5 可以扣过5 嗯 OK 那我们来解提取数据了啊 那提取数据的话 那其实根据我们上面我们第二步获取是吗 那获取的是一个什么一个阶层数据吗 对 根据我们第二步我们选择什么呢 一般我们解析数据的方法的话是比较多种的啊 好吧 解析数据的方法是比较多种的 一般是根据获取到的响应返回的数据内容 达数据内容 然后选择对应的 对啊 或者说选择对应的 或者说选择适合的啊 解析方法 那解析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第二步获取的是一个什么 节省啊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它返回的话 你像我们一般获取这个阶层数据的话 呃 想要一个阶层数据 一般它情况是反获取的是一个什么呢 获取的是一个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 它是个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 对字典的数据类型的话 你要去取值 那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干嘛呢 根据 见词对取值就可以了 啊什么见词对取值呢 就是根据冒号 左边的内容 提取冒号右边的内容 啊根据冒号左边啊 提取冒号右边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想要的数据在哪个地方啊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在哪里 我们想要的数据的话都在什么呢 这个data里面啊 在这个data的一个什么列表里面看没有 在这个data里面 然后这个data是个列表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首先第一步提取 对啊 提取评论 信息 信息所在的列表 把整个列表 就把它整个数据全部拿到 那么根据 刚刚说的 见词对取值 根据冒号左边取冒号右边 那他冒号左边是什么 左边是这个data 右边是我们的字典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取他就可以了 啊 用个中控号加上他的一个件名 把中控号加上他的一个件名 那我们就用一个 嗯 啊 随便给个吧 iys吧 接生data 取哪一个呢 取我们的一个data 啊 这样的话他就会把整个列表啊 给我们返回出来 反复出来的话他一共是有多少个 列表里面一共是0到19 有20个元素 好有20个元素 我的话是要把里面就相当于我们一页的话 有20条评论吗 我要把这20条评论的话一个个取出来 那我们就需要使用到什么呢 负循环便利 提取列表里面的元素 提取列表里面的一个内容 内容或者是元素吧 那内容 好吧 那就for li in我们的一个什么lis 啊 这个li的话就相当于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我们列表里面的一个字典 那就是我们用这个li的话 去接收他这20个字典呢 那就是他的一个字典吧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干嘛呢 那我们给大家打印看一下 好一步步运行 因为很多同学是零基础嘛 那我们一步步来运行 干没有 所以他一共有20条数据 然后里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字典 那里面还是字典 还是字典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取具体的 对一同样可以根据字典取值去取具体的内容 你比如说我们要提取他的一个什么 尼层 啊 尼层 对吧 先把它尼层拿到 我们要这些东西啊 尼层的话用个内 ll 对吧 ll是个字典 然后根据建制的取值去看一看 他的尼层在哪里 啊 比如说这个里面 对啊 他是返回了一个字典是这个 那他的尼层在哪里呢 尼层在这个user user下面的一个什么呢 user下面的一个啊 这个什么内啊 那我们就先取他 对吧 先取这个user 他返回这个字典 然后再去里面的一个什么啊 这个内 对 我们层层取啊 一层一层往里面去 先取这个user 再去里面的一个什么啊 s什么内的 那再去哪个去这个 对哎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尼层 那他的一个什么呢 评论内容啊 还有一个什么呢 归属地啊 归属地 归属地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个ip吧 好 直接用个ip去结束了 ly 他的归属地在哪里 啊 归属地的话就在这个啊 广东 对吧 就是这个啊 来自广东 还有呢 还有他的一个啊 评论的内容 啊 平内的话 没有concessor等于 I 去提取 他内容在哪里 看一下啊 就这个吧 对吧 这个 OK 还有他的一个性别啊 性别的话 这里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问题啊 性别的话他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看一下他这个性别的话有点问题就是 啊 如果他是个f啊 那这个 对啊 这个是性的意思啊 这个f的话是表示女的 啊 这个f的话 你将这个奇节再努力 他是个ff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呢 呃 表示的是一个呃女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女的嘛 然后这个的话是男的女的 我看这个 这个第二个 这个小爱 看一下啊 啊小爱的话也是个女 那第二个的话他应该也是个f啊 对吧 第二条的话他应该也是个f啊 那么第二条啊就是这个嘛 他里面这个user 啊 啊上海普陀区啊 这是他的一个区啊 上海普陀区体育博主 然后呢啊 他也是个f 如果说是男孩子的话 对吧 男孩子的话他就是一个呃 是一个什么是个m 我看一下有没有男孩子啊 哎这个也是个f 我找一下 找一个m 然后来对比一下 对吧 其实我前面已经给大家对比过了 已经给你们对比过了 但是为了啊 这里的话是个m 那这个人是谁 叫做十爪君啊 十爪君 来我们看一下十爪君是哪一个 十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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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不是个男孩子 应该是个男啊 那看没有 对 所以他是f的话是个女孩子啊 m的话是个男孩子 那我们所以说就可以给他干嘛呢 去处理一下 那去处理一下 那我们来一个啊 呃我们直接用他吧 那我们先把他取出来 在这个user里面对不对 那我们先给他取出来 啊再取他 那我们就做判断了啊 做判断 啊判断啊 判断他的一个什么呢 判断 是f还是m 打就是给他改一下嘛 如果说啊 这个 jana 啊 gintel啊 gintel吧 对吧 gintel啊 等等于什么呢 f 小f啊 那就说明什么呢 哎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什么呢 啊 给他一个女啊 他就是个女的 啊 还有一种情况 l l一副 对吧 等等于什么呢 m的时候 那他就是干嘛呢 他就是个男啊 随便给个编译名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啊 l一副 如果说这两个都不是的话 那说明什么呢 他设置了一个保密啊 就有些的话 他会把 性别进行保密嘛 就不设置嘛 对不对 那那那你可以干嘛呢 这个是个保密的 对吧 我们就这样子 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 我们相关的数据是不是就有了 那像他的一个 捏撑 啊 捏撑 然后的话 啊 ip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一个 啊 性别啊 对不对 还有我们那个评论 ok 来运行 看一下啊 数据有没有问题啊 ok 那这里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了啊 这里的话有个报错啊 有个报错报的是哪一个 来我们看一下啊 归属弟啊 是哪一个报报归属弟啊 是仅此一人下面这个人 抱抱错了 来来我们看一下 仅此一人下面是哪一个 来来来来 对 他既然出现报错的话 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什么呢 啊 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理了啊 啊 仅此一人 对吧 仅此一人下面这个哦 法治四川哦 他没有地区 看没有 那这里的话 它是没有显示地区的发现没 啊 没有地区的 啊 像这种没有地区的话 他好像是 啊 那就不管他了 好吧 像这种的话 他没有地区的话 而且是一个官方号 那那无所谓的 啊 无所谓的啊 那我们可以干嘛呢 嗯 也可以判断啊 但是那太过于麻烦了 我们如果说可以简单一点的话 直接改个异常补货 对吧 啊 直接给个异常补货 懒得判断 啊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归属地啊 我们直接给他来个异常啊 try 给他来个异常补货 啊 那我们的ip的话就等于什么了 未知 ok 未知 来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咱们自己给他异常补货掉 就算了啊 我就也不判断了 那对啊 他的一个就是未知了啊 是法法法 法治是穿 那就是一个未知的了 看到没有 懂了吗 ok 这是我们相关的一个数据啊 然后里面的话 他有一个什么呢 啊 来自广东来自上海来自广东啊 他有个来自对吧 我们把来自给他删掉 啊 删掉的话 我们直接用replace啊 替换 直接给他替换掉 哎 这样的话我们数据就ok了 所以就好了 是吧 哎 行不行 这样行不行 有没有问题 啊 这个的话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对吧 我们相关数据的话就拿到了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些数据给他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保存的话 我们直接放到一个什么 他放到字典里面啊 我们把数据添加到字典里面 dat 嗯 比如说我们的倫层 好 那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性别 啊 性别的话是他嘛 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哦 归属地 的ip 还有一个是吗 还有我们的一个啊 内容 反正内容的话就用个content 啊 就空的 对啊 给他放到字典里面 然后我们通过csv去进行保存 那么这里的话导入csv的一个模块 importcsv 这个模块的话就不用安装了啊 它是个内置的啊 内置模块 不需要安装 来保存 那首先的话啊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对象 F等于open 啊 创建一个文件对象 我们给个什么呢 给个文件名data.csv model等于 哎 他反应有点慢了 等于w ncoding等于utf-8 牛奶 ok 然后我们字典写入的方式啊 就是我们字典写入的一个方法 把文件名传进来 再加上一个字端名 啊 字端名的话就哪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啊 你一层嘛 对不对 你一层的话 我们的一个性别 对啊 性别还有什么呢 还有归属地 啊 还有我们的一个内容啊 这是我们要去啊 做的一个东西嘛 然后再用个变量去说csv 然后呢 写入表头 啊 写入表头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写入数据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直接写入数据 那直接写数据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保存成功了啊 来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的话 他会把这个数据直接 你代码在哪里 他就会保存在哪里啊 我代码放在哪个位置 他就会保存在哪个位置 那他就保存在这个地方 2秒 这个data 来我们打开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嗯 没有问题吧 那我们想要的一个性别啊 哎呦 这男女比例还是挺多的 那还有他的一个内容啊 内容 是不是 好多女孩子都不支持说要回来啊 那真性感情是和消费不属于彩礼 炒股赔了怎么把本金要回来 对吧 分手的时候我才知道连去超市给我买的零食他都会算 啊 然后还是就连被代息给他还呢 这都 男的都是心疼啊 女的都是 下头男 差不多啊 就大概这个意思 ok啊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啊 当然这是我们单页的一个采集 我们只采了采了第一页的一个数据 啊 这斗 这微博还是全权到位啊 全权到位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那有什么疑问没有 全是全是 啊 有有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吧 啊 没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扣过六好吧 有疑问的话你可以说一下 我们把这个给大家解决一下 解决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就开始啊 对吧 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多多页了 多页的一个操作了 哎 我感觉这个结构写的不对啊 结构写的不对 我说这个怎么标题那么大 把我说这个标题应该在里面的 他怎么在外面去了 OK啊 他呢是和PY一下子 一下子的代码互通吗 不互通啊 一下子是前端的 PY一下子是用拍生的 对吧 但是PY一下子的话 他可以保存HTML的代码 他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一个是拍生的 一个是前端的 但是的话你可以把 用PY一下子保存数据 变成一个HTML的文件 然后再通过前端去调用啊 去用也可以 那我们来啊 把我们的一个批量采集啊 批量采集 我们刚刚是采集的第一页嘛 也就是20条数据 在20条数据 批量采集的话 一个点 分析请求链接的一个参数 啊链接或者说是参数的变化规律 打一般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参数啊 打 OK 那我们刚刚的话 第一页啊 第一页的话 我们的链接地址是哪一个 那我们就 看一下我们第一页 我们过滤一下 过滤啊 直接过滤 就如果说像我们这种链接特别多啊 就我们 如果说我们要去分析他的一个变化的话 然后这里面特别多 我们可以干嘛呢 把这里面复制一部分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进行个过滤 看一秒 这个地方有个过滤的功能 把我们的东西给它沾进去啊 就以这个观念资助为过滤 那他就会把其他的给他干嘛呢 屏蔽掉 那我们就看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啊 这是第一页的 啊 这是第二页的不 这是不是第二页的 那我们重新刷新吧 我不知道他是第几页了 因为我刷新过了 就我我已经划过了 那我们重新来一下 OK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一页的一个内容啊 第一页的 打第一页的 OK 然后如果说我们要看第二页的话 是做一个下滑的一个操作啊 是做一个下滑的 对吧 我们滑 因为他是往下滑加载更多嘛 那么就往下滑嘛 OK 然后的话 这是第二页的 啊 这是第二页的 看到没有 啊 第二页的 对吧 那么多滑几啊 第三页 多往下滑一下 第四页 第五页 第六页 等我们多滑几啊 就滑六页就行了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它的链接 我们首先看什么呢 我们分开看啊 我们先看什么的 第一个啊 先看链接 好 先看链接 再看啊 链接问号后面的内容 打参数内容 打就相对于先看链接 再看参数啊 再看参数啊 打我们就不行那么长了 打链接的话 我们来啊 我们先问号前面的 我们给他复制一份 打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一页啊 第一页的话是这个 然后第二页的话有没有变 看一下我们先看问号前面的 啊 然后第三页的啊 这看个三页的话就差不多了 啊 对啊 链接是没有变化的啊 能够通过分析的话链接是不变的 啊 链接没有什么特别的啊 特别的变化 打一般的话 有些一般基本上的话链接不会变的 一般是看参数啊 一般是看参数啊 然后再看参数啊 参数的话 我们直接看了 看载荷里面的内容就行了 我们直接截图吧 啊 载荷 这是第一页的啊 这样子会好看一下 第一页的 那我们截个小一点的 第一页 然后呢 第二页 解小一点 这样子看得全一些 第三页 啊 第四页 OK 差不多了 就看这几页吧 啊 一二三四啊 来 我们对比一下 看个三四页就差不多啊 这个是 第一页的啊 这个是第二页的 然后这个是第三页的 然后这个是第四页的 OK 来我们对比一下啊 啊 你会发现啊 第一页和第二三四的话 差差的蛮多的啊 差的蛮多的 第一页是最数据量是最啊 这个什么参数最少的 然后二三四的话好像都差不多啊 差不多 把二三四 那我们再看 看一下这一个二三四的话 有哪里不一样 有哪里不一样 OK就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 max id啊 不一样 他max id不一样 是吧 然后的话 其他的话 像我们第一页和其他的话 对比一下 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啊 content的话是20啊 这个地方有不一样啊 我们拿个蓝色的 第一页的话 这个不一样 因为这边的话是20嘛 这里的话是10 然后的话 max id没有啊 max id 这个什么max id没有 然后其他的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 这个有还有这个没有啊 不落实没有 对啊 第一页的话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通过这样对比啊 OK 我们解个图放这里 OK 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的话 我们知道啊 结论就是什么呢 对啊 结论的话就是我们呃 后续的页数啊 就是我们第一页啊 第一页和 其他的页码啊 差距够大啊 差距比较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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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其他的话 其他的一个 算啊 他的一个什么呢 呃 其他页的一个参数啊 其他的一个链接的一个参数的话 啊 主要改变的是哪一个呢 是这个什么max id OK max id 对不对 呃 那我们怎么去分析呢 OK啊 就正常的话啊 我们就干嘛呢 啊 我们就以 对吧 以最多啊 少数服从多数嘛 我们就有句话就是什么 少数服从多数啊 少数 对吧 少数 服从 多数 吧 少数服从多数 是不是 那我们第一页 他特殊一些 那我就把第一页的链接 全部改成像后面的这种形式 对 我们就把第二页的链接啊 第二页的链接 我们直接给他复制过来 好 我直接给他复制过来 那我们粘定上去 粘定上去之后干嘛呢 对啊 我不是没有max id吗 第一页没有max id 那我就不要 我给他删掉 但是我加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这个concent 我就给20 他只要是这个max id 没有嘛 没有的话我就给个空的 好 给个空的 我就不要 那我们再去运行一下代码 看能不能得到数据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如果说他还是能得到我们第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就 没啥问题了 好吧 就少数不做 你看没有 还是能能得到吧 对 是不是能得到 打能得到啊 能得的话 那我们就是以什么呢 以二三四的一个参数为主 那我们主要就是干嘛呢 去分析啊 那么 后续的话就分析什么呢 分析这个max id是如何变的 对吧 如何 变的 懂了没有 对吧 就有一个少数服装多数嘛 还有一种情况 这是第一种情况 啊 第一种情况 我们这里还是写一下啊 写一下啊 就是我们情况一啊 就是少数服装多数 是吧 啊 就是如果说可以的话啊 就就按这种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对吧 哎 他他比较降 就是我少数也不服装多数 就是 他比较 就是第一 就是额外的不同 啊 不同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 做循环的时候啊 循环的时候进行判断就行了 啊 判断即可 就如果说当你采集第一页的时候 你就用他啊 如果说你采集第一页的数据的时候 你就用这里面的参数啊 用这里面的相关参数 啊 如果说234的话 你就再用他那个参数就行了 到时候做一个判断就行了 根据采集的页码不同 然后你的话 传的参数不一样 就做一个判断就行了 哇 这两种情况都给大家讲一下 OK啊 那我们自己来分析一下这个maxid的一个变化 像maxid的话 我们一般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变化规律很奇怪啊 很奇怪 对 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他第一页 对 maxid的话 他是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啊 第一页 是个空的 然后第二页 对 是一串数字啊 第二页是一串什么数字呢 什么鬼数字啊 就这个啊 然后第三页我们写个 然后呢 第四页 OK是这样子的 是这种乱七八糟的数字啊 或者说一段乱七八的 除了数字以外 你可能如果说是一些字母什么的 对吧 然后第一也没有 然后第二也有 第三也有 第四也有 然后他没有任何的 他不是递增 也不是递减 对吧 然后的话也不知道他的具体的规律 那怎么办呢 啊 这种话你可以猜一下 有一种可能 对 有一种可能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技巧 当你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有一个技巧 是什么呢 就是第二页的一个参数 因为第一页没有嘛 啊 重点是什么呢 第一页是没有的 或者说第一页是个零啊 空的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 是个零啊 要么是空 要么是零或者说是一个数字 对啊 那就是第二页的一个参数 是来自于什么呢 第一页的一个响应内容 里面 就相当于我这个140936这玩意 是在我们第一页的数据包里面会有返回 等了吗 你看没有 这个的话就是第二页的一个数据包 哎 那第二页的话是不是他 这是第一页的哦 第一页的一个返回呢 我们第一页的一个参数 大家看到 是个康顿的10 他返回的就是第二页的那种 明白了没有 他返回是第二页的 那第二页的话 哎 他就返回第三页的 第三页返回第四页的 第四页返回第五页的 懂了吗 好 理解没有 啊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们怎么写代码 来 我们首先定一个函数 我们把前面这里的话全部定一个函数 df get我们的一个啊 content 啊 里面的话 我们传一个什么maxID啊 传一个maxID进去 对 把这个maxID给他传进去 来 这个maxID的话 我们直接啊 替换进去 在哪里 哎 maxID啊 这里 ok 传进来 到传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是不是没爬完一页的话 我们要干嘛呢 要返回啊 要获取一下 获取下一页 对 是不是要获取下一页的maxID 啊 那我们就来个什么next啊 就maxID吧 nextID啊 下一页的一个ID 那就是接生data 取什么呢 取他吧 取这个maxID吧 打 这是下一档啊 然后给他干嘛呢 返回 return 啊 返回出去 玩出去 如果如何去循环爬呢 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用个for循环啊 for page in我们的range 我们爬十次啊 爬十次 打我们第一次的话 我们第一页 它是个空的啊 第一页的一个maxID 对不对 第一页的一个maxID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空的 对啊 那我就给他干嘛呢 对吧 第二用这个函数啊 把这个什么的maxID 给他传进去 啊 传进去 对吧 第一次啊 这第一次啊 请求完之后的话 他会返回一个第二页的maxID 反回第二页的 然后第二页的话 我们又传进去 然后他返回第三第三页传进去 懂我意思没有 啊 在这个for循环里面 就是我们干嘛 我们第一次啊 进来 把我们进入这个for循环 把是个空的啊 第一次请求 请求完了之后的话 他会在这里返回 啊 然后不是返回来了吗 啊 第一次 第一页 是个空的 然后干嘛 请求做返回第二页的 对啊 maxID 啊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for循环里面 那相当于这个第二页的maxID啊 就是 然后干嘛 他又传进去 啊 然后传第二次 打第二次的话 他出来什么的 出来第三次 然后传第三次 然后出来第四次 传第四次 出来第五次 传第五次 出来第六次 传第六次 出来第七次 传第七次 第八次 第九次 这样子 懂了意思没有 看懂了吗 那么直接来循环 那运行 好 没有写 没有加颜色啊 第一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你看看没有 第五页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OK 搞完 是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啊 这种循环倾道啊 当然你可以做一个 打就是这么简单啊 就这样子啊 啊 就自己去调用自己自己 自己调用自己自己 自己调用自己啊 这种就 啊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不就保存出来了 看懂了没有 对于明白 对于昂德斯坦 对于昂德斯坦 对于昂德斯坦